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老了二十年 我自己也觉得像我爷爷 对 我一看就觉得很亲切 以前我都是主张恭喜发财是那个就是才能的财 我现在发现是要有那个宝贝啊 要有那个宝贝好啊 所以他那个衣服就象征着这个恭喜发财 这是我每年我们这样身份的人都做的事情嘛 过年前那个要封红包啊 那是我一年中做的最痛苦的事情 就要去跑去银行换了一堆钞票 而且很奇怪 每次进去呢 那个银行职员问要新钞票吗 我其实送出去的钞票新就一样嘛 很自动的我就说要新的 然后就换换了 拿了一堆新的钞票啦 含泪每一张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就送出去一下 每年我觉得生不如死的一天 对 但是我们枪枪三人行呢 就需要你把你自己这块老腊肉给包一下 作为我们给大家的这个 你在讲我要脱了 脱掉 穿穿 非常好 非常好 一定是很难看 特别像你父亲 我最近经常想起你父亲 就是说我经常替他想到这个北京的天上人间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你继承他的这个遗志啊 我们争取把枪枪三人行变成一个天上人间 这当然好 可是我都孝顺了 我打听了 另外有一间跟天上人间等级差不多了 我跟我父亲不断跟他说 父亲你撑着 我咋听到一家 有点远 在西安 你身体好了 我就带你去 我最近听到普京说一段话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他说的还是传媒误传 他说我们俄罗斯的妓女是最好的 但是还吸引不到那个川普 还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听这句话我想 哎呀 咱们的天上人间去哪了 对 就说是特朗普在俄罗斯酒店 当年玩玩 我说我小时候玩尿尼啊 原来有一种性游戏啊 就是叫金须须 我不叫这种名字 就是说特朗普当年在俄罗斯酒店召计 召计呢 玩的还是一种就说是性游戏 基本上就是撒尿 就是就是往那个床上 而且那张床呢 是奥巴马和他老婆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睡过的那个总统套房 未经证实的消息吧 未经传闻吧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谣言 但是因为普京大帝说了嘛 普京就说就是就说你这个话 说绝没这事 说他当时还是个商人 我们克格勃为什么盯着他呢 当然了 虽然我们俄罗斯的这个特种工作者 这方面是天下无敌 他也民族自豪了一把嘛 对不对 有视频吗 还是没找到视频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紧虚虚的 大年初一 对 对 金那金啊 对对对 没有 因为我也像那个 特朗普那个网留言啊 我说没图没真相 要求发个图嘛 对对对 但所以呢 我们这个天上人间 跟北京那个天上人间 我们是天上 他是人间 对吗 对 我们就是说都是 他是人间 都是因为流水落花 春去也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这儿 你看我也是穿的像个鸡一样 像不像个鸡 我怪不得 今年鸡年 所以你们的话题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啊 对啊 那么在这边一个鸡年里头 我们的强强三人行的春节特辑 该选择一个题 什么题目呢 这你就反映我 就宁当鸡头不当风味 我选一个逼格高的 咱们说说这个书 每一个嘉宾 我要求挑一本书 给大家来分享 这个多多多的 听上去多装逼啊 对不对 而且呢 就是这个书呢 我就说得是对你影响最大的 或者说是你最想推荐给大家的 那咱们一开始呢 咱们遵这个徐老师 对吧 徐老师今年也被封杀了一阵 他有心脏病 他有心脏病 要先给他机会 我们先 说得好 然后呢 徐老师也特别认真 真的把他对他人生影响 听说是改变了你的这个人生道路 当时是这么觉得 就是我看这个书的时候 觉得自己这个书对我是 而且之后若干年 我都觉得这个书是对我 改变我人生道路的一个书 从所以从徐老师的人生下场来看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反面教材 来来启发我们的人生 对 然后 先说说什么书 这是杰克伦顿的一个小说 叫马丁伊登 杰克伦顿是一个美国的小说家 上个世纪末 这个世纪初 这么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小说呢 我读的时候呢 我在江西插队 当时我的腿上 种田几十条马黄 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几块钱 但是呢 已经开始读一些欧洲的小说 当时读到一批小说 戴斯姑娘啊 还乡啊 这个 安娜卡雷琳娜什么什么 但这本书给我印象最大 我要把这个故事稍微简单的讲一讲 我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说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将来会做文学 我也不会怎么文学批评 抓住我的是这个故事 主人公呢 是一个水手 出生很苦 爱上了一个中产阶级的 上等社会的一个女的 又漂亮又聪明 女的也爱她 但是她的家庭是排除她的 因为对这个马丁伊登来说啊 她什么也没有 她有什么呢 她有到全世界探险 做水手的辛苦的经历 哦 那么她爱上了这个女的 她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爱情呢 她就发愤 她说我要 我要配得上她 那我 她不能再做别的 她什么都赶不上了 写小说 把她自己在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经历的 非人的故事 很奇怪的写成小说 那么就一路一路写 一路投稿 不成功 退稿 不断的退稿 不断的退稿 她的女朋友其实挺好的 就是说不顾家里的反对 还鼓励她 但是中间看她投稿那么辛苦 她还打工啊 还做很苦的活 洗衣服 烫衣服什么 就跟她说 你血归血 你是个天才 我肯定 但是 能不能先找份工作 我爸爸呢 银行里需要雇员 你看我兄弟呢 他们也有公司是可以请什么经理的 这个男主人公一定不敢 他觉得这种工作做 我靠了女的 的亲戚关系 拿到一个好的工作 对他来说是一个耻辱 他就一直写一直写 投稿 包括其中投到一个大西洋月刊 今年还公开支持希拉里的这个 现在还有的 这个美国非常有的 大部分都是她的真人证事 但终于一天 她女朋友 受不了了 整个家庭也受不了 她自己也不行 所以就跟她说 不行了 就这个这段关系也不行了 这个女队也跟她分手了 周围所有的人也都看不起她 除了她一个姐姐以外 就她的彻底失败 身体也一塌糊涂 就在她彻底失败的时候 她开始有稿子被人用了 往往是 之后呢 她的稿子被人像一个天才一样的发现了 啪啪啪的稿子就出去 出名了 报纸上登了 全部登她的 这个时候她身体还是不舒服 还是不好 有一天晚上 突然她过去的女朋友 就罗斯啊 来找她了 这是她多么盼望的事情 就是说她之前啊 就来找她 就是说 简单的就跟她说 我一直是爱你的 而且我父母亲也不会同意 也不会反对了 这个男的呢 就在那里 我一会儿要读的一段话 就在那个时候 他说了一段话 哦 那咱们可以读啊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啊 这个可以 这就是作者 对 呃 杰克伦敦 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 就是所谓硬汉式的这种 写热爱生命 写狼在在淘金的这个 对 就是属于 方圆里 好像是工人出身的作家 啊 杰克伦敦 最后说是自杀死的 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本书 我当时自己这么 改变人生的书啊 哎 我先去下广告 咱们听徐老师念一段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徐老师 我得先问问 咱怎么就影响了你的人生 是看了之后 又换了个女朋友 还是换了条人生道路 我可不可以读完了那段以后 哦 那就有这段更有意思了 咱们看看这 他要读的这一段 当那个女的说 我爱你 我家里现在同意跟你结婚的时候 这是他朝思暮想的时候 他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想当初我没有工作 我饿着肚子 可是跟如今一模一样 也是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艺术家 这么一个马丁伊登 那时候 你为什么不放胆干呢 好多天来 我一直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这也不仅就你一个人来说 就是大家对我的态度来说 你知道我没有变 然后我一下子表面上身价十倍了 使我不由的常对自己肯定的说 我真的变了 我现在包在骨头里的肉 还是过去那些 还是那十个指头 十个脚趾 我还是老样子 我没有增添什么新力量 也没有养成什么新的美德 我的脑袋还是过去那个 我关于文学或者哲学 连半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概括出来 我现在本身的价值跟过去 谁都看不起我的时候 不相上下 叫我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如今大家都看得起我了呢 他们看得起的明明不是我本身 因为我还是过去他们看不起的那个人 这么说 他们看得起我 准是为了什么别的原因 为了什么别的我身外的东西 为了什么不是我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后面我不读了 大概就是没关 就是他得到的名誉 然后呢 影响你什么呢 然后呢 他就拒绝了这个女的 拒绝了这个女的 小说里写了 拒绝了这个女的以后呢 没过多久 他就自杀了 他坐了一个船到海上 他很冷静的到海上 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呢 根据当时的资料介绍呢 这个杰克伦顿 写这个小子的自权题 写完了以后呢 他说他也自杀了 所以呢 我当时呢 就加倍的为他感动 有没有可能 有点杰克伦顿本人的 大部分就是他的故事 就真有这么一个 女的呢 是有几个拼起来 有两个拼起来 她有两次结婚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呃 屌丝逆袭 成功了 但是又觉得自己失败了 最后影响我什么 我后来反复的想 他对我影响主要是三点 第一个 一个人 要个人奋斗 要改变自己的处境 这没有问题 他的个人奋斗是为了爱情 而不是为了政治 和金钱 我从那以后 我觉得我这一生 我都是这样 我觉得为女人 比为当官和财富 更值得一个人的奋斗 嗯 对我来说 我就是这么看 为爱 是比财富跟金钱 有些人不这么看 对不对 但我是这样看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跟这个主人公一样 我什么都没有 在那个时候 我除了一个社会底层的处境 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生活 嗯 我什么都没有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只有一样东西 可以把你所有的垃圾 都变成财富 那就是文学 嗯 你再读数学 你再读外语 你再读天文学 你再读医学 来不及了 没有用了 你永远赶不上人家 所以在我看来 任何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哪怕他再苦 哪怕他做鸭子做鸡 他只要有一个文学的报复 他就有可能成功 这是我的第二个 对我也影响很大 我后来读功课 后来又转到读文学 还有第三个 所谓你的奋斗目标 最后都是没意义的 包括政治 包括财富 包括爱情 最后都是 但是 我比他稍微好一点的是 人生就是这样 最后的目的 不是最重要的 你这个过程 就给你带来了 所有的价值 今天就算 杰克伦登自杀了 马丁伊登自杀了 可是 这个小说在 这个作家在 整个这个故事在 我呢 我现在当然知道 这个作家有很多问题的 文学史的地位 也不那么高 而且里面大男人主义 也不是真正的爱情 而且它是社会主义观念 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三条对我影响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强 杰克伦看过这本书吗 没有 可是我听 那个故事很动人 可是我在想 因为看一个书 听一个故事 在不同年纪 有不同的感觉 你的身份 你的经验改变 我在想 假如我当时也是 在时来睡吧 应该是十来岁 十几岁 十几岁 看一定也是这样 影响浪漫主义什么 可是我到我这样年龄 我这样听的故事 我觉得 这家伙蛮杂的 主人公里面 也 或是说正面来说 不够慈悲 所以说你 你觉得你只有真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追求那个女生 那女生或说其他的人 也不一定全部了解你的价值 那别人的一定也是透过一些指标 比方说你有成就 比方说出了一个像龙头凤尾这样的书 长篇手说 然后等等等等 你要有这样肯定之后 人家才看到你 然后就算人家不了解你 那要怎么样 你不够慈悲嘛 然后好像我想像书 我没看过 我想像他一定女朋友来的时候 他一定把对方大骂一顿 狠狠地骂一顿 我说冷言冷语 就像徐老师刚读的那一段 我觉得错不在别人 你以前之前真的是没有出版 然后我看到你 就说又不上班 整天说要闭门写作 多少文青说我没有工作 我要有写作 其实是因为不是真的那么爱写作 是因为讨厌上班而已 你知道吗 真的 我听他说的这个 我听你刚才讲这个故事 我有两个感触 一个感触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说的这个文学 文学 其实要不说文青也别嫌惨 文学本来就是最后的绝路 而且文学就像你说的 他能把你所有的垃圾变成财富 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可能性也不高 是吧 而且呢 但是呢 我是说啊 他即便变不成财富 他即便不会不给你带来什么东西 但是恐怕呀 他有一 我觉得灵魂最后的一种 怎么说呢 释放 或者说一种寄托 你觉得我就想起什么呢 曹雪芹 因为最近那个冯其庸 就洪学家嘛 冯其庸过世了 我看了一些这个文章 我就感觉到 曹雪芹能干的 其实最后命运呢 就是你只能写一本《红楼梦》了 因为这个祖上曹银的这个大家族 然后呢 康熙南巡 就是冯其庸就研究 其实《红楼梦》要反复的看 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穷一辈子 你也看不明白 就是他里边很多银语 又不敢明说 比如说这个袁春回去 就讲 你们弄得太浪费了 太奢华了 其实比如冯其庸就认为 你知道背景的人就知道 他这个话是暗指啊 康熙南巡 康熙一南巡 买单的都是他祖上曹银 家里早就亏空了 对江宁知道 可是呢 又不敢跟康熙说 花了这么多钱 因为你说 康熙就说 我有这么不连接吗 所以我都说了自己买单的 谁让你给我买单了 所以家里早就亏空了 于是就是说 对于贾宝玉来说 他小时候是看尽了繁华 然后最后呢 就说到这个在清朝的时候 在康熙前的时候 一个没落了的家族 没落到什么程度 冯其庸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当时有一个大家族 没落了之后 全家人 两百多口的人 在苏州 插上价钱卖 插上价钱卖 卖不完的人 带到北京 在北京哪个地位 街上再卖 再卖不动的 就是赏 赏给各大家子为奴 就你知道 曹雪芹 他小时候 从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一直到最后 我觉得最后 他死的心都有了 就是说 还混个什么呀 所有的荣华富贵 怎么在奋斗 就像你说的 他们屌丝逆袭 你知道对他来讲啊 我就觉得 连这个心情都没有了 还逆袭什么呀 就这真是 于是呢 他就写一部石头记 写一部红楼梦 那是他灵魂最后的归宿 所以我觉得 他是这么一个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 曹雪芹 他更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他写一部红楼梦 不是为了给林妹妹看的 是吧 像徐老师可能还觉得 我如果人生都绝望了 我能为了爱情 就像这个 这个马丁伊登 我为了当年求不到的女人 还有那个伟大的 Gatsby 也是说当年我就没有这女人看不上我 他们家庭看不上我 我给你干出一番事业来 我用文学 对吧 可是真到了最后 我就想加辉这个 这个就是文学了 文学就是想把一些个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道理说出来 但是真正到了现实选择 我又会觉得呢 这个马丁伊登或者杰克伦敦呢 有点太轴了 或者说太较劲了 因为呢 你没有就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比如说我就假想 我想我呀 只要我还爱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再回来啊 我还愿意跟她在一起 我后来到台湾专门这个做一个演讲 然后人家也问我 那隔了这么多年以后 你当年这个心情我们理解了 那你现在有什么重新的看法 我说那就是这样 我现在重新的看法 我就觉得她不够爱这个女的 你要真爱这个女的 就算这个女的只是爱你的虚名 Who care 对不对 你要真爱她 没关系 而且对不对 还有你那么在乎人家 care你的名声 说到底说明你自己care 对 我本来的价值 我的名声 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对了 而且就是为什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啊 每一个人 包括一个女孩的选择 受到她周围父母 社会压力多大 她也许不是不爱你 但是谁也 爱情是经不起考验的 谁也扛不过现实 那么最后大家情况转变了 还愿意 如果还相爱 你干嘛在那 吉梅瞪眼 诅咒发誓 说这下你 你知道吗 他是这个极端 另一个极端 就是我们一北京哥们 就是在女人那臭了街的 就是说 他这个当年抛弃了他的女朋友 现在他发了 开着他的那个法拉利 抛弃当年的女同学回来 你知道吗 开着车 让他在北京转一圈 最后跟他女们说 怎么样 后悔了吧 后悔了吧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是两个极端 但本质上是一回事 这就是慈悲嘛 慈悲的意思是说 除了不管够不够爱那个女的 他也当然也太爱自己 太当一回事 慈悲的意思是说 当别人这样对的的时候 你明白他们的难处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周作人 一句话 没记错的话 是回信给鲁迅 他们展目的时候 他回去 其中一句话 所以我后来用了 作为我公中号的名字 这叫什么 都是可怜的人间 他告诉你 天上人间 他说 虽然你做的事我都知道了 没关系 都是可怜的人间 各有难处